所以整个民众党团结起来 就把这件事情推给民进党 所以柯文哲说民进党 你们不要打得太过分嘛 是可而止 结果不要说陈王爷不相信 连民众党他们自己的 新竹市党部主委李国璋 他自己都在说 民众党早上记者会建议 J先生要拿捏好自我的分寸 J先生是谁 Jack嘛 就李中庭嘛 直指高鸿安的男朋友 不要再侵入介入市府任何的活动 或是计划 就被其他市议员亏你们说 你们标准统一一下好不好 连高鸿安今天还说 他绝对没有 李中庭绝对没有介入 结果你记者民众党的 新竹市党部的主委 代理主委 直接说 Jack你不要再介入了 整个民众党对于高鸿安 就有两派的意见嘛 一个说我们就要切割高鸿嘛 但是柯文哲就不敢去处理 高鸿安案子嘛 所以打算去取代高鸿安这个位置 所以才柯美兰 才会有柯美兰参选立委的声音 而且叫这个李国璋 做代理主委 把新竹市的代理主委高鸿安 拔掉嘛 所以他们就是两面手法 在对待高鸿安在权力上面 他们要架控高鸿安 但是在形象上面 在对外形象上面就力挺高鸿安 这个是这个政党的两套标准 一样回到本来可以内控机制解决的 说真的这些黑道的问题也好 染黄的问题也好 中平会开除一两个或停权一两个 其实对外的形象 你就可以交代了嘛 不是他们就很假 要跟四叉猫抢业务你知道吗 又觉得四叉猫每天爆料 所以他们找了一个叫情业重信 说我们要有一个申诉跟检举平台 申诉跟检举平台 就第一天说我们黑的黄的包含高鸿安案 你都可以来检举 就情业重信说我没有要管那么多 这个是你们政党的事 所以情业重信赶快第一天就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我们只是来收案因为我们的信用很好 所以我们不会泄密 我们收完案之后所有的处理都还是给你们政党要自己去处理 收案然后再转介给民众党 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说包含me too的事件 因为有很多的受害者怕被所谓的检举方 怕被人家泄露秘密嘛 如果你直接所谓的对政党检举 那个检举方会有寒蝉效应就不敢检举 所以透过第三方是可以的 但是处理就不是帮你处理嘛 所以情业重信第一天的新闻稿只是说 我这个业务没有错 我会帮你调查这件事情 结果他们第二天开记者会就说 你看绿色恐怖 你们害情业重信不敢去查 民主党去施压 我比较好奇 就是现在全党几乎都力挺下去 这到底是柯文哲一个人的意思呢 还说其他人也觉得柯文哲这样的想法是对的 自己的内控机制可以去外包 我觉得就是他们因为没办法去解决内控机制里面的问题嘛 因为中平会自己都有问题了 怎么去开除别人 第二个柯文哲自己肯肉有问题了 他自己都不敢去处理 他除了张一山敢开除以外 他谁敢开除 他没有人敢去开除嘛 所以他没不敢去开除的情况下 他只好说委托给第三方机制至少收案嘛 那我先解决了 陶贵谁还说 新的贵没谁还说 我先寄生 可是怎么会连那种赤荣赤凤都不敢处理 至少好歹处理一个 给社会至少百个人 以赖清德的标准就好 赖清德台南市议会全部站起来 向台南市民道歉 然后第二天 马上过几天之后 马上台南市议的议长 就马上停权三年 他连演都不演 他连演都不演 他连这样一个停权的处分都不敢做下去 公安还全党未留 公安其实最好处理的 因为他自己提实陈 你就顺势下台阶就好 他也不敢处理 还全党未留公安 公养委员继续做 这个政党已经没办法去处理 他们内部的问题 那柯文哲也不敢去处理 他们内部各自派系的问题 所以只好任由黑金黄 不断的在民众党支撑 瑞哥怎么看这个检举第三平台 其实对民众党来讲 或者柯文讲是颜面禁失 但是现在就颜面禁失的情况下 难道推给民进党 说民进党施压绿色恐怖 这样子他的支持者就觉得 比较可以好过一点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笑话 为什么呢 我常开玩笑都讲说 你看武侠小说里面的盖帮帮主 乔丰里面的有人 这个做坏事大意灭亲 执法长老何在 所以还在半路上 为什么 因为委托第三方支付 他塞车派遣公 他是这个整个盖帮外面的 你是政党 那请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机制可以监督 包括党籍的不 有啊 那你的中平会做什么用的 之前那个主委还被你党主席 骂成是狗啊 你还记不记得 所以事实上 自己本身你应该是做的事情 是健全你自己的监督党内 监督机制嘛 你却往外这个等于说 援木求鱼 那么当时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会计司务所 他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是会计司务所 后来说是有征信集合制度 可问题是他会计司务所的征信集合制度 你还不如去委托外面的征信社 你知道吗 我们在抓狗的 我们在抓狗的 我们在抓狗 我们在这个冲键冲键 征信社跟监干什么 他可能的用途还大一点 其实我在这里也纠正大家一个 因为有些人啊 被四叉妈爆料以后就拿一个良民证 说一属我没有犯罪钱 如果没有犯罪记录 各位错 良民证是你医科华金还是缓刑 还是一种阶段的以后呢 他不列入这些犯罪记录 不列入良民证的里面的这个记录里面 不是你拿一张良民证就说 我一辈子清清白白没有犯过任何罪 也没有被法官判过刑判过拘役 不是的 你有没有犯罪记录跟拿良民证是两回事 一定要分清楚啊 那么柯文哲自己把话讲得太满啊 他讲的半天 他当时讲的是什么 当时讲的是好像就有了这个所谓的第三方的这个相关检举平台了以后呢 好像他就会集合对不对 就会集合了以后呢 然后呢 有问题了才会转送到他们的民众党的这个党中央去处理嘛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啊不就是被四叉猫一二再再二三搞出这个所谓的 纸黑中心的一大堆已经到二几个人了吗 那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都有 要加入的时候都有这个入党的时候 要添这个所谓的这个申请书 然后呢要当干部的时候 要填这个切结书 你有妨碍风化的 你有什么赌博吸毒都不可以 组织分析都不可以 你本身都有啦 只是你们去集合而已啊 那你说啊没有 你没有集合 其实要救死人 安关姆你四叉猫是怎么知道的 所以表示你根本没有认真嘛 你柯文哲的SOP是假的嘛 如果你是真的的话呢 你就像四叉猫一样就查一查 人家一查就出来 奇怪你为什么查不出来 你从这件小事情就看得出来 柯文哲的SOP还要呼隆全民 呼隆这些年轻人嘛 他会让年轻人误以为 那时候站出来怎么讲 那时候你忘了他们还出来怎么讲 别的党都还没有这个机制呢 别的党不会有这种机制 像笑话一样 笑死人笑破人的嘴嘛 然后呢这家会去 市书所我觉得他也很无辜啊 他莫名其妙去接了 因为那个柯文哲讲说什么 柯文哲讲说包括高红安在内 人家来检举干嘛 听说一天就来了 检举一万多封啊 这么多 我要是会去市书所我会发疯啊 来了那么多嘛 问题就来了 请问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不是怀疑会有人吃案吗 因为怀疑有人吃案 所以才需要一个体制外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很简单嘛 直接弄进去就是你柯文哲办嘛 那柯文哲如果你探盲的话 你不是说你太太常给你专业机制 专业的这个建议吗 你也可以报给你太太做啊 再不然你把这个生意 就直接交给四叉猫了嘛 四叉猫一个顶十个 我讲坦白的嘛 也算马一送一出的这个党 别人别的党都被你挖出来都有可能嘛 为什么一个四叉猫 砰砰砰砰砰砰 键板打一打就可以出来的事情 你整个党 还想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你这个笑嘻人 你连你里面有黑道 有拉皮条的你都不知道 犯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你都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黑道的人进来 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党还想执政呢 天大的笑话吗 郭台铭宣布他的副手人选 赖佩侠呢 一时之间抢占所有的媒体版面 还有网路声量 现在郭台铭已经是冲到第一了 但问题是 后来赖佩侠被发现 他有双重国籍 他有美国籍 那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呢 大家就在讨论嘛 如果你现在要放弃美国国籍 可能还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那到时候会不会来不及 会不会选不成呢 来正好 对于郭台铭来讲 现在怎么办 赖佩侠他当天 昨天才知道 那现在要怎么处理 会不会赖佩侠 到时候真的会让郭台铭选不成呢 我先讲 这个赖佩侠双重国籍 也未必选不成 他时间上是有机会来得及的 看这个状况怎么样 先跟他讲 2012年9月15号 9月20号的时候 宋楚瑜宣布跟林瑞雄当他副手 那个时候林瑞雄也双重国籍 所以9月26号林瑞雄去AIT 林表宣布放弃 到11月21号 美方计达放弃文件 后面两天再三天登记完成了 所以这个双重国籍 在联署的过程中 你是可以有双重国籍 因为联署过程中 你还不确定 能不能登记为候选人 你要联署到28万份 你是要登记为候选人的资格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可以 所以变成说 他要在两个月之内 紧锣密鼓达成 那这个时间点非常非常赶 因为以那个时候 2012年的状况来说 11月21号 美方计达放弃文件 他们11月24号就登记 只差三天了 所以很紧绷 很冒险 所以现在听说赖佩侠 就赶快去处理 郭台铭的律师团队 赶快去处理这件事 这个过程中需要美方的帮忙 美方的帮忙 那一三哥研判 美方会帮忙 这样子 美方会帮忙 绝对让你再赶上时间 因为中国反对 就是美国支持的 先不要管原因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就那么简单 美方可能会帮忙 美方可能会帮忙 放下这口气 这是第一件事 可是第二件事 赖佩侠当副手 有几件事可以跟大家聊 第一件事情 赖佩侠当副手 是很仓促的决定 为什么很仓促 原因很简单 如果早点知道这件事情 经过幕僚评估什么的 他的副手就不会 如此的唐突 对不对 双重学历就不会 如此唐突 他其实很明显是 昨天爆发出来 双重国籍之后 才赶快去处理 所以表示说 中间没有经过 充分的讨论 是很小圈子的决策 这个圈子有多小 目前传算三到五个人而已 而且连郭首证都不知道 是超级单线操作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谁推荐 现在有船是杨兆推荐的 杨兆在郭台铭身边 他们说不是幕僚 算是郭台铭的朋友 简单讲郭台铭很多讲话的稿 订都杨兆来订 杨兆刚好又是人选之人的顾问 政治顾问 所以跟赖佩霞呢 有这一定程度的互动 所以目前传可能是这样 可是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呢 赖佩霞这个东西 第一个很仓促的决定 二保密到家 三他的这个美国国籍 有可能过关 有可能失败 要看老美放不放心 这第一段 第二段呢 赖佩霞能不能帮郭台铭加分 我坦白讲 我从昨天的讲话感觉 我觉得赖佩霞并不差 他跟郭台铭站出来 我觉得有班 就是他那个样子 不愧是演过总统的人 穿着衣服 他的谈吐 然后要流泪的时候流泪 要激昂的时候激昂 他是把陈述席演得很好 要笑的时候就笑 要笑的时候就笑 所以就有人戏声 他的通告费多少钱 就是问他通告费 老实讲他可能会抢了 郭台铭的风产 抢惨了嘛 他的这个谈吐 他的反应 比郭台铭好不知道多少 他们两个如果同时出现 所有的媒体大概都会 美光灯会聚焦在赖佩霞 我昨天看荧幕 就记者直接问他 你如果遇到柯文哲跟侯友怡 你会怎么跟他们讲话 我问他你也把冷汗 这几席考题啊 就赖佩霞其实认了一下 后来说他会跟柯文哲讲 他很敬佩柯文哲 为什么呢 因为柯文哲让很多原本对政治人感 年轻人投入政治 他是一个这个功德一见 那会跟侯友怡讲 我一直很尊重军警 因为他爸爸的部分也是军人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反应算是得体 可是问题是我判断 短多是一定的 会不会藏空 什么叫藏空 进了厨房就会开始热了 有人就开始挑战 比如说郭台铭失业的时候 问赖佩霞 赖佩霞反应是什么 比如针对高宏安的案子 赖佩霞反应是什么 就他后面会进入到非常多 有关于政治的事情嘛 那就是考验了 对 因为他是心灵导师嘛 他是中华好好说话协会理事长嘛 我理解他一开始一定会就是说 就那种善意嘛 说其实高宏安每个人都给他机会 什么就一定是这种嘛 一定都不得罪的啦 对 一次两次可以 久了会变侯友怡嘛 你就好好做事啊 对不对 所以久了之后你要有立场啊 你对很多事情 甚至到时候问他均购 美中台 对不对 这就是不能打哈哈咯 对啊 你不能好好说话 一个好好做是一个好好说话 一个好好做事 一个好好说话 会变笑话 就比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短多 我坦白讲我持平和论是的 长空还是长多 我们要观察 是的确 所以赖佩霞现在既然是 抢占了媒体的焦点 但问题是 后续就是一个考验 特别是现在其实各党 到底作何反应 易三兄 我们看到好像国民党 特别会去酸赖佩霞 民进党基本上都还算是尊重嘛 既然是你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的态度呢 对 国民党当然不断的干预 所谓的赖佩霞 郭赖佩 我们现在说两个赖副总统 一个赖副总统赖清德 一个赖副总统是要选赖副总统的赖佩霞 那第一个要打的就是国籍问题嘛 国籍问题两个月 昨天就传出 一定要三到六个月 今天黄世修也特别讲说 只要也有前例是两个月啦 那我不觉得是美国会介入帮忙 反而是说我美国因为不想要介入你台湾的选举 所以我没必要拿这种小事 去卡你所谓一个副总统的资格嘛 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到联署 但是整个国民党第一个要打的就是 你的联署可能无效嘛 因为你联署的副总统叫赖佩霞的情况下 你现在就要去登记了 登记联署哦 如果赖佩霞有可能没办法登记参选总统 你的联署是不是无效的 所以国民党不断的在造谣说 不要说造谣 他说规定就是三到六个月啦 或者是说你没有四个月不满四个月 不满四个月是中华民国国节 就是唱衰你 然后就把所谓的联署输的联署人数往下降嘛 这是国民党第一招 因为他们最怕郭台铭如果真的实际上联署成功了之后 会影响到的第一个就是柯文哲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侯友宜嘛 反而对所谓的赖副总统 另外一个赖副总统是没有比较小的影响嘛 赖副总统的35%到40%之间的基本盘大概都是稳定住的 剩下就是这三组人如何去整合的问题嘛 郭台铭的参选绝对会冲击到国民党跟柯文哲之间的整合问题 尤其郭柯和之间的可能性是最高嘛 这个可能性最高的时候侯友宜相对来讲就一直点点点被边缘化嘛 而且昨天赖副侠这场演出很多人在问我说 连女性朋友都问我说这个套装要在哪里买啦 非常的大方端庄啦 就给侯友宜跟柯文哲同样有压力 说你的副总统人选是谁嘛 所以今天又出那个柯文哲自己也自己爆出说是雅虎的台湾区总裁 我会很怕说雅虎跟那个会计师输入所一样 都要写经文有老陈 经说没有没有 不是这个 所以整个会对柯文哲跟侯友宜的副手人选产生极大的压力 赖清德当然相对来讲 一样比较稳定嘛 因为大家不是大概就是赖削配 大概八成的几率就是赖削配嘛 所以大概虽然惊喜不大但是萧美琴对于赖副总统在两岸外交 还有包含对于跟蔡英文之间的连结 是有直接连结关系的时候 对赖清德的选情是有加分并且是增加的 但是柯文哲的选副总统是谁 大家现在能够猜的就是黄珊珊嘛 没加分 同样的侯友宜更惨了 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么泱泱百年大党 到现在你的副总统候选人连猜都不敢猜 因为大家一猜就拒绝 所以变成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相对来讲因为这个副总统人选 副手的压力就会出现 就会被边缘化 边缘化的情况底下 郭台铭的民调当然会持续的往上扬嘛 当然对他的连署 也会有一定拉高的效应 对来美美姐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看到赖副侠 他的明星光环 到底可以帮郭台铭帮多少 赖副侠确实是中规中矩 然后唱作俱佳 那也很有那个风度 所以强劲的风采 但是民调主要是大家看总统 还是要看总统候选人本身 副总统说真的是加分 是非常有限的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觉得非常有趣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居然国办如果真的不知道 赖副侠有双重国籍 你就知道这个团队有多么糟糕 他连候选人的一些基本条件 都资格都搞不清楚 赖副侠是混血儿 他有双重国籍 是非常容易联想到的 这么简单的查理都不做 你这个团队到底弱到什么地步 这样子能够把国家大政交给你们吗 连这么简单的事情 好 再来第三 说真的赖副侠有没有双重国籍 或者说能不能来得及参选 能不能变成真的是副总统候选人 我不客气的讲 对郭董来讲有这么重要吗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们是要来整合的 因为赖副侠是不是可歌可泣啊 赖副侠自己说 他的心愿就是要完成 郭董整合在野党的心愿 黄世雄说随时可以退选 是纳入怎么样 副总统候选人的考量之一 郭台铭说什么都有可能 那我请问你 如果说是完全是铁板一块 就是郭赖副 那我请问你 你整合谁 你怎么整合侯友仪 你给他哪个位置 你怎么整合柯文哲 你给他哪个位置 你们两个不是板上钉都钉好了吗 那为什么赖副侠会说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来完成整合在野心愿 而是他不在乎在哪个位置 那这意思就是说 我随时都可以让位出来 那我只不过是第一个门面好看 究极用的 因为9月14到9月17就要登记了吧 所以一定要个副总统候选人嘛 是不是 好这第一点 第二点 本来郭台铭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 赖副侠人选之人形象非常好 又公益形象 我们也都很肯定啊 我也都觉得他非常的好 那如果说因此有人因为热爱赖副侠 然后去联署了 然后呢 好冲高声势 然后因为你的皇室就讲第一志愿是要南白整合嘛 那到时候不一定要送联署书 直接瞧好就好了嘛 那我请问你 那这样叫有情有义吗 这样有没有辜负那些帮你 联署的热情冲着赖副侠民众 这是当成效的 成效的嘛 你都是你的权位算计嘛 南白瞧好就好了嘛 赖副侠可以下来的嘛 赖副侠自己也感恩嘛 那就是你热情的民众可以用赖副侠的嘛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本来也许想是这样 我只要能够达标 我拿这个我有入场券呢 我就去讲 对不对 我就去跟侯友宜讲 我就去跟柯文哲讲 要来政府 我如果下落去 柯文哲你会最惨 因为我跟你重叠度最高 你要不要来被我诟病 对不对 侯友宜你看看 我如果跟柯文哲整合起来 对不对 我就复仇成功了 国民党就被边缘化了 他声音很大啊 但是现在呢 未定之天 你真的不知道 AIT这个到底能不能 因为美国人家都是非常独立的 AIT不必去刻意去卡他 但是也不会特意要帮你加特快车吧 尤其赖副侠他本身 因为林瑞雄过去 他的财产 因为他相对非常单纯 我不晓赖副侠的财产状况是如何 但是如果说 你的财产状况比较复杂一点 又或者说你要查的事情多一点 又或者办的这个中间过程当中 你少了一个文件 你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 你可能连资格都没有 那我请问你 那你郭台铭到底剩哪条路可以走 我看只有一条路了 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赶快找一个人 诟病完成 拿着别人的门票 挂着别人党籍 下去选 否则的话 郭董到最后 你会不会变成白忙一场呢 但是至少从提名赖佩霞 找他当副手 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 两个政治素人 要来玩政治 国家给我交给他们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连基本资格都搞不清楚 是 来 瑞德哥 我们看到赖佩霞昨天其实有说 他说郭董有很多奶茶要喝 显然赖佩霞是不是也知道 他就是要来帮郭台铭整合的 再来我们注意到 朱立伦怎么说 他说相信赖佩霞会发挥 沟通能力 帮他们共同跟郭台铭沟通一下 大家都以大局为重放下自我 相信赖佩霞帮忙劝劝郭董 这代表什么样的玄外之音 如果那么朱立伦真的认为 大家都应该以大局为重放下自我 那很简单 那你就说以民调作为 那么你们要蓝白和 蓝白锅和 作为唯一的依据不就好了吗 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为一期 然后大家比三个五个民调 然后作为最后的一组 那种比较说平衡梦的做副总统 你做得到吗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要自己要当政的 叫人家大局为政 委屈去当副首不可能嘛 我都觉得真好听了啦 朱立伦都把话讲得很好听啦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你办不到嘛 你做不到嘛 赖佩霞因为他没有什么 比较负面的这个新闻嘛 那再加上又去演了人血之人嘛 所以呢人家比较没有恶感 所以他对郭台铭来讲呢 也不要讲说家道欢 至少没有扣分 至少没有像 那时候朱立伦自己挑的王如玄 后来君宅事件扣了一踏 分数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呢事实上 副总统人选只要 平安安定 能够过关 他有很多粉丝 说支持林月珍 那我问你嘛 如果你看他的口条 你看他的这个临场反应 干什么 如果他真的那么优秀 像郭台铭所讲的 他要找的副首人选是女性 然后呢 能力比他强 然后能力比他强 那你郭台铭就当副首就好了 直接赖佩霞当正的啊 凭什么 凭什么能力比你强的人 要当你 我屈究你你之下 因为你有钱 因为你是男人啊 所以你就会当这个政的总统啊 他就只能当副总统嘛 大家都会想出这样的一个疑惑嘛 结果没想到出师未捷 你看才一天而已 马上棒出来你双重国籍嘛 双重国籍没什么了不起 马英九先生不是有绿卡嘛 对不对 你闹得沸沸扬扬嘛 你赶得及在这个 可问题是 如果媒体报道为真 你们事先竟然不知道 这才是重大的事情啊 仓促成全啊 你们竟然不知道 那请问你是什么时候 让他点头答应同意的 你怎么能 那个第三方 让我想起第三方平台 我去查一下 他有双重国籍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是不可以有双重国籍的嘛 你要放弃 也不是说我放弃就放弃了 你要美国真的放弃嘛 要不然我们就是不受理 就很简单 因为你还是有双重国籍 按照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 你就是不能参选 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嘛 那么这些 好现在又来了 学历 学历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但问题是 到底是不是哈佛的 还是短期进修的 还是什么又一大堆 噼里啪啦的 你看今天讲的 昨天是正面 结果今天都是负面 如果按照朱立伦讲的是对的 那你想要把这个郭台铭 一嘛 郭台铭去当副手 国民党好有疑的副手 二嘛 就是郭台铭不要突然选 你的想法就是这样嘛 那赖佩晓不是GG的吗 你叫赖佩晓把自己干掉 那赖佩晓为什么愿意同意 去当郭台铭的副手 他一定也思考过 他自己一定也想过 应该知道自己的角色 对所以他才愿意出来嘛 那不管成不成 至少他是自己已经参考过 思考过他想 或许认为说 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嘛 重点其实不在赖佩晓 重点在郭台铭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礼拜 郭台铭剩下什么行程 可以跑 夜市 他都在跑夜市 台湾的政治人物 如果只跑夜市 那就再见 那就GG了 什么意思 你没有地方 没有其他场合 可以跑 你知道吗 你全国各县市 好 前十天都在台北市跑夜市 结果呢 现在到中南部去跑夜市 还是夜市 我不知道你的公关公司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还是你跟地方拍戏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不能只跑夜市 夜市是最廉价 最简单单 问题是不能只跑夜市 你必须要 整个洒出去 包括公庙 包括很多菜市场 包括很多人 人多的地方 不能只有夜市 可是你却只剩下夜市的行程 那么你就知道 那么郭台铭自己本身 显然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整个瞧 除了这个赖培侠 他到底能不能在 正式联署完成的时候 去登记的时候呢 已经不是美国人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就看看 现在不是开始有所 地方派系说 我这个县市就十万 那个地方县市十万嘛 我们等着瞧嘛 我们等着看 不用等他们讲 我们看就好了 看这一两个礼拜 他去领表了以后 然后紧接而来 给他联署书给他的以后 因为一开始一定是 紧罗秘谷 然后呢 新烤楼新帝国 所以用最大的那个能量 然后去大家去帮他联署嘛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为什么连挺郭台铭的 相关的老虎军团 有相关的都已经名字 都改成中华民国了 挺郭台铭都改成中华民国 说这中间出了什么猫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挺他人是不是抽脚 不过 其实我讲坦白的 现在都九月了呢 高贵了呢 十十一十二 一月十三号就要参计了呢 快要做兵说破百 联名就破百了呢 郭台铭不管他最后选不选 他连署多少 他选不选 还是选到底 还是最后不登记 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伤害已经造成 他伤害已经造成 我告诉你啦 郭台铭的效应是 就算他退选 这些在过程当中 那么